今天心裡滿了 滿了感謝 你把我放在我的信心 經過激烈選戰洗禮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在支持者面前 發表敗選演說 但卻有人發現 這次賀錦麗入主白宮失利 疑似早有不祥執照 回五項鼻 字意玩耍 美國華府國家動物園 有一頭和賀錦麗同名 也叫做Camella的亞洲象 上週五 因為健康欠家 被原方安樂死 沒想到美選結果出爐 網友驚訝直呼 原來根本是神預言 有人說這時間點也太巧合 難道真的是預測嗎 更有人以AI制圖 把川普變成執行安樂死的醫生 背景也改成白宮 和橢圓辦公室 一位雙方攻守即將交換 我只希望我們會更慘 因為我們沒有 很值得的總統 我非常驚訝 我非常驚訝 特朗普接受的支持 特朗普接受的支持 所以我猜 我猜它會很近 但這是很驚訝 眼看國家接下來將由重罪元首執政 不少民主黨支持者信心重挫 直搖頭 這群人同樣也很擔憂 美墓邊境移民擔憂接下來川普時代 將會加強打擊力道 加上過去和伊朗關係也不友好 也讓不少德海蘭民眾憂心 未來恐怕會有更多制裁 加劇 兩國分歧 此以新聞 黃崔報導